这个故事讲一讲中国的灵异之都南京 要是去南京在这明皇城边 遇到周围住的老大爷 他要给你讲这灵异故事 能讲一下午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邪呢 这在从朱元璋定都应天说起 当年还没有登基做皇帝的时候 曾经受高人指点 让他去找一个叫金碧峰的和尚 这位和尚给他说了 应天父可以助你成王道 所以到后来朱元璋登基之后 在聚宝门外修了一座寺院 就是给金碧峰修的 这座寺庙叫碧峰寺 老百姓住房子都要看一看风水 更别说皇上 那么南京的风水怎么样呢 在六朝济世当中有所记载 明皇宫所在的位置 左侧是海拔四百多米的中山 右侧是清凉山 略矮一些海拔也就一百多米 后面是玄武湖和基隆山 前边为广阔的平原 这就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 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 称为行圣之地 当年南京诸葛亮曾经在此驻马 所以有个地方叫驻马坡 看到了南京的帝王之气极盛 因为长江从这里入海 形成了中国南部的南龙 尤其是中山是南龙的龙头 而朱元璋在此定都之后 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他不问刘伯温 他找了一个江湖术士 这江湖术士一来 首先就知道 他对刘伯温有猜疑之心 既然问他 他就给讲了 在历史上南京的风水 被破坏了很多次 其中有两次最为有名 第一名是公元前333年 楚威王 前来巡游 当时这还没成呢 就是村子 遇到一位术士 建了之后 施礼搭工 给他说 在此地亡起即盛 可能在这会出真龙天子 当时此地属于楚国的边境 楚国和吴国世代死磕 边疆并不安定 如果说此地再出了一位真龙天子 那对楚国就是一种威胁 所以这楚威王 要破坏这里的风水地形 他就用了鲁班的验生之术 在此地埋了一个小金人 所以这南京又有了一个名字 就叫金灵 再往后走 到公元前201年 秦始皇前来此地巡游 又有人给他说了 此地亡起即盛 秦始皇一听 那自然要给他破坏掉 他不去做这些小手段 派来了士兵 直接把这些山脉 全都给弄断了 而且当时在城外有一条河 叫龙藏谱 意思是这条河里藏着龙 这秦始皇就让这河改了河道 贯穿南京城 因为这是秦始皇改的 所以就管他叫秦淮河 历史上最有名的两次 改南京风水的事 朱元璋刚住到明皇宫的时候 由于他的宫殿是田湖建造的 宫殿太沉了 压得这地基就变形了 这宫殿向后倾斜了 这让朱元璋非常的生气 这位江湖术士也知道 朱元璋这人比较多疑 他在怀疑刘伯温 给他找的这地方不好 同行是渊家吗 他就说了 这地方确实不是龙脉 但是已然在此定都 建好宫殿 如果想改变他的命数的话 就是需要用人命来记 朱元璋生性多疑 凶性残暴 杀了很多的功臣 像胡卫庸案 蓝玉案 杀了十几万人 可是这些人一死 朱元璋心里也不安了 这些人死了 他们会不会向我来索命啊 这位江湖术士就说了 您不用害怕 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我已经把他们这些冤魂 全都给压在了明皇宫外 那石狮子下面 那这位江湖术士 真的改变了南京的风水了吗 然而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 朱元璋的太子朱彪正直壮年 本来这病养好了 回到皇宫之后 突然就死了 马皇后也是 包括后来的建文帝 虽然这属于书职相征 但是对于一个皇家来说 长子没了 这长孙又被人抢去了 这个地方确实不怎么样 这才有了后来的 朱彪迁都北京的事 朱彪迁都北京的事